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一个凉爽的下午 有几个小朋友他们在公园里里面踢球 他们踢过来又踢过去 大家都玩得好开心哦 结果有一个小朋友 他踢得太用力了 原本他想着想要传给另外一个人 可是这个人他没有接到 所以啊球就滚啊滚着 滚到一棵大树的下面 咻一下子就不见了 大家急急忙忙的跑过来 想要找那一颗球 他们就想着奇怪了 球怎么不见了 他们赶快地拨开附近的草丛 也推开了石头 还是找不到那一颗球 有一位小朋友发现了 原来球滚进了树洞里面去 可是树洞太深了 根本就拿不到球啊 大家你看我 我看你 都想不出办法来 到底要怎么办 才能拿到树洞里的这颗球呢 其中有一个小朋友 非常垂头丧气地说 嗯 乱了吧 我想我们回家 再拿一颗新的球好了 但是有另外一位小朋友 他说了 嗯 我想到一个办法了 我跟你们说 你们快去提水桶 里面装一点水 赶快拿过来 大家听了他的话 赶紧地拿着水桶去装水 只见那位小朋友 他把水一桶接着一桶 倒进树洞里面去 结果发生了 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因为水越来越多 而球就慢慢地浮了上来了 就因为这样 放的水越来越多 球也浮得越来越高 等到小朋友们 可以拿到球的高度的时候 大家都开心极了 小朋友想想看 其实只要用一点点小小的方法 再困难的事情都会变得很简单哦 如果下次你跟你的朋友一起玩球 而球不小心掉到一个小窟窿里面 不妨试试这个方法 把水慢慢地倒进窟窿 让球给浮上来 所以不要轻易放弃 动动头脑的机会哦 好咯 今天的晚安故事就到这里了 晚安 亲爱的宝贝 祝你有个好梦 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